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今天是2024年8月2日 又是美丽新香港楼市速递的时间 今天的标题就是 一个柏卫芯已经玩死了启特 柏卫芯号称在近年启特区最便宜的新盘 在开售之前,启特二手已经全部要虚让了 到了开售后,7月份,二手都要虚让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柏卫芯低价打进来 启特二手就死了 好了,未来一个月,长实有开售 究竟启特二手市场怎么办呢? 如果你是一个启特的业主 你现在还有货在手的时候 又应该怎样做呢? 一陣间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我一直都说了 其实十大屋苑那些旧型的蓝筹 就开始一个接力一个跌 上次美股接力 今次到哪里? 海而半岛 今次海而半岛,又是接力跌 所以如果各位观众还拿着十大屋苑的旧型 这些蓝筹湖 今天大家记得如何? 尽快离开 今集也和大家说一下再虚荷 康城 康城的LPS 又是虚荷得很厉害 今集的量都很重要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在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还没订阅 请帮忙订阅 请赞楼和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帮忙看完整的广告 多谢大家支持 根据美联物业研究中心综合一手住宅 物业销售资讯网的资料 和市场消息来看 由今年年头到7月17日 一手的成交量总共录得9214宗 涉及金额是1128亿 如果以这个地区匯分 就是以启德区一手成交最多 是占了1107宗 换句话说 每买出9间的房子 就有一间是启德的 即是那间新盘 那我们又看看启德的二手成交如何 只看7月份 即是柏惠心开卖那个月 在柏惠心开卖之前 启德有6宗成交 平均赤价可以做到$19,000 但6宗全部都要虚 那我们看看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启德的天环一座低层D室 上面是452呎 两房间价 成交价是748万 赤价只做$16,549 这个业主2017年6月 以8808万万 这个单位 持货7年都要输60万里场 在柏惠心开卖之后 就去到7月23日 今天二手成交 一种运动只有2宗 全部都要涉量 平均赤价就跌了 由$19,000跌到$18,000 我们又看一个例子 譬如这个启德的Monaco 1 2A座高层E室 上面是445呎 一个两房间价 成交价是$860万 赤价是$19,326 这个业主在2021年12月 以$1,166万 就卖入这个单位 持货3年都要输306万里场 启德区的代理 指出 为何在启德区7月份 二手全部都要虚 原因就是 二手业主知道 单位的价钱 比柏惠心很难卖得出 所以如果有客人 他们就立即卖了 另外有些业主都意识到 未来的楼价都要下跌 所以就原意扩大了 耳价的空间 这些业主就行 这些业主就行 例如说了一年 这些业主都是听不入意的 旧年已经叫你输少当赢 如果你们去年就 其实很多 我认为可以卖到$200,000一呎以上 但今年就 现在全部都在$19,000以下 大家看到了 一个低价的柏惠心 开出来 其实二手已经死了 但一手都不好受 你看柏惠心 其实他自己卖不到 卖到$200多个单位 这就很大件事了 他还有$1,000多个单位 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新世界 郑志光不懂事 站在那里 躺平 大家看不到 不提就不存在 这个柏惠心 我们常说 你不提就不存在 其实这些是桌鸟政策 一啟得你不行 一啟得 现在柏惠心 新世界是自己收回 但详实推出来 详实这个楼盘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图 这是我们两个月前来拍的 现在肯定建了很多 可以买的 我觉得他会开多少钱呢 我觉得 如果这个惠德峰 和中国海外 不扔出来 我觉得他可能会开万六 如果他扔出来 其实哪一个扔出来 就会开万六 如果是惠德峰 或者中国海外 中间扔的楼盘出来 他详实这个 会开万五 因为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最初以为 这个柏惠心卖完 这个惠德峰 或者这个中国海外 就尽快推楼盘出来 但现在大家又怎样 听都没听过 有这样的声音 他们会推楼盘 即是 他们好像没有意欲去推 你没有意欲去推 你没有意欲去推 就长实自己来 如果你们两个不动 他就会每万万六 如果你们两个是 事底下买万六 他就会买万五 所以跌开麵格来说 长实都是看 其他发展商开麵格 都是吃着他们的 如果作为契德的热手业主 又怎样 人家都说了一年 尽快走 因为长实 就算卖万五 不是终极一个价钱 他接下来 还有什么 还有六千三元尺的地 这个信祸 有五千三元的地 之后投回来的地 越来越便宜 所以其实 大家不要心存挑衡 楼市会反弹 即是要尽快走 要有输少当赢的心理 才可以在现在的市场生存 好 传统旧式的十大屋月 轮流地跌 今次接力 可宜半岛 可宜半岛 有个四房的业主 趁租客迁出 立即沽货 这个业主持货六年 账面输了373万 跌幅接近三成 成交地址 可宜半岛 28座高层 20 上面是760尺 是一个四房年套房间隔 业主在三个月前 想用1180万 放手 但仍然有租货 当然卖不到 最后要等租货搬出 然后只能以965万 沽出 赤价是12697元 据了解这个业主持货 2018年6月 是1338万 现在大幅贬值了27.9% 各位观众 有这些旧式的蓝筹奥远 就真的要尽快走 因为楼价也会十级以下 又到星期五晚 我们看看CCL报到多少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最新报141.11 按周升了0.21 今周的指数是反映了7月13日 契德柏惠森一期首轮的销售 以及7月8日 屯门黄金海湾 二南公布首张加拿单 截实平均的赤价 创了同区8年来的 新低当周的市况 发展商推出这个新盘 首轮销售理想 而且市场同景减色 市场气氛落为回稳 CCL终止了6年的跌 单周微升 指数在近四周 在140-141点要徘徊 一手的新盘 就抢了不少购物 今天二手业主 唯有是官网 相信整体楼价 跌势不会变 下跌幅度就回慢 好了,又来再涉康盛 轻轻的我走 至于我轻轻的来 有一个外籍客 买了日出康盛 他辞货6年 竟然要输32%走 他这个市幅 应该创造了日出康盛 LP-6以来的最大一个市幅 今次成交的单位 就是日出康盛 LP-6第三座高层J-Sit 实用面积就是307呎 在一个一房间隔 刚才以406万沽出 资格只剩下13225元 据了解,原业主是一个外籍客 在2018年9月 施资601万 一手买入这个单位 他辞货6年 账面减蝕了195万 便值了32.4% 这个市幅 就是LP-6入货以来 最大一个蝕让国案 现在很明显 香港有几个区 是蝕得很厉害的 例如日出康盛 蝕了30多% 启得、大西北 大西北 包括元朗和屯门 还有大埔的白石角 白石角的新农机 有很多货币 有很多货币 他还没卖完 例如University Hill 他一砍价出来 又是砍价3成 所以未来大埔的白石角 应该跌幅也挺刺激的 今天有新闻报导 暗杰报应公司 仿佛安保出租 在特定条件之下 虽然是一个高乘数案 但亦可以是一个出租 稍后我会做一段影片 专门讲这个问题 其实政府这样做 是捉重的 有时政府的政策 以为这样改动 可以帮到市民 但经常做出的效果 好心做坏事 我认为几个小时 我会做一段影片 专门讲放宽安保的问题 今个星期是剩下的 即是剩下星期日的 二南出售 大家不要抱着任何期望 大家现在所有都没有消息 连经纪都不发给你 经纪都看淡这个楼盘 即是 如何都好 今天星期日 我们都会像正式地报道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多谢大家收听 和收听先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